大家早安 這次的那個黑客送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兩天的 我們這次是同時和這個資料科學愛好者年會一起舉辦 就跟去年一樣 所以一年一度會有一個兩天的黑客送 不知道明天還有沒有啦 不過聽起來應該是會在一個更大的會議 聽小聚餐之類的 好 那這次的這個黑客送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這個 這個資料科學愛好者年會的邀請 還有跟之前跟World Bank 就是世界銀行基本上合作的一些歷史 所以這次我們在台灣 其實在昨天也舉辦了一次這個資料新聞的這個實戰營 然後基本上搶失都是社群裡面 大家還蠻熟悉的活躍的人物 包括我還有Jimmy啊、Ronnie啊、穆月啊 還有Gerby 那所以其實我們是會有 我們就說鼓勵這些來參加Blue Camp 就是這個資料科學新聞實戰營的這個 它大部分是媒體工作者 那希望他們也能夠來黑客送提案 所以今天也許會有一些 所以今天也許會有一些 昨天的一些學員來 然後提出他們想要做的 可能更有新聞觀點的一些專案 那所以我們去看看有沒有這樣子的東西 那整個昨天的議程其實還蠻緊湊的 但是內容之後都是全部會開放的 會是會有錄影會有 投影片應該大部分都已經上線了 那所以有興趣的話其實也可以看看這個Hackholder 那黑客送本身其實大家有看到外面有很多貼紙嗎 所以大家身上如果還沒有貼紙的話 可以去找找看有沒有自己的專頁 那有自己的專頁就把它貼在自己的肩膀上 或是Batch上面 這樣等一下 Brandsen看到你就知道 你大概也是有什麼專長的 那如果沒有任何貼紙是符合你的專頁的話呢 你也歡迎Fork一份 就是告訴這個設計師說 你希望架上什麼樣的專頁 那也許你有一個他繪圖的idea是怎樣 或者說你可以自己 如果你是設計師 或者是有設計的興趣 你也可以自己畫 然後說你的專頁應該長什麼樣 好 那另外兩個大的貼紙呢 是這個新參者跟大使的貼紙 新參者就是你第一次來 你就貼在身上 貼在明顯處 那大家看到你如果有點茫然的話呢 就會主動去幫忙你 那誰會主動幫忙你啊 就是大使 欸我們這邊有大使嗎 可以站起來嗎 有嗎 常來的 慘了都沒有 趕快站起來啊 好 我看 對 好 如果這個 就是你有點茫然的話 然後看到剛剛這幾位的話 就是可以去問他 欸這個 這個 怎麼IRC不能用嗎 還可不可以用嗎 什麼回事啊之類的 好 那 所以 雖然沒有什麼大使 不過 看到茫然的人 我們就可能 跟他稍微聊聊天 就說欸 那個需要什麼樣的幫忙啊 好 那今天因為是在跟這個大會一起 所以應該大家都會有名牌了 所以名牌上面 如果還沒有寫名字的話 外面有筆 好 那 如果看他非常害羞的人 就可以帶他去參與去吃飯 因為吃飯 不要讓你開始聊天 好 那因為這個大會一起 會一起放飯 所以應該到時候會有人通知我們 點心時間到了 那我們就會跟他那樣說 那點心應該是在四樓 好 好 那最重要的呢 今天我們等一下就開始要進行 這個每個提案的Present 好 那提案應該只有三分鐘的時間 好嗎 所以提案其實有很多秘訣啦 就是說 你想要完成這件事情 你是真的很想完成 是意志堅定的去完成它 然後希望大家一起來幫忙 好 然後這個成果是開放的 因為這個開放 大家才能夠一起加入 好 而不是說欸 你是一個商業公司 然後這個請大家來幫我做 然後我並沒有要開放給大家用 好 那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訴求很清楚 然後有一個初步的構想 最好是有一個mark up 的話就比較容易找到人 一起協作 好 那通常有人會說 欸 你們可不可以做XXX 好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 有點對一個外包團隊 只是在講話 欸你們來做這個 幫我們做這個 好 那其實在這裡並不是這樣 因為這邊是大家 是否找到共同的目標 是否一起去完成它 好 那所以比較好的 開啟一個project的方式 就是說 欸我就是要做某某某 好 我已經在做了 有沒有人要一起來 然後我把東西開放出來 大家一起做 好 那最重要就是 你 就是說 你要稍微有一個大概的想法 好 那對於一個議題 你可能還沒有真的開始做 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東西 可是你有一些初步的想法 好 那這個想法你應該把它寫下來 這樣子大家比較容易做下的路 所以說有一個議題 我覺得可以用什麼方式 什麼方式去解決它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試做看看 好 那剛才POCA已經有講到 就是說我們希望這邊是一個安全的空間 就是大家尊重彼此的差異不同 可能是觀點 可能是生理上或是其他的不同 好 那所以就是保持它是一個 能夠有創造性的一個空間 好 那接下來就是三分鐘提案 好 那這次定運活動是兩天 那所以我們最後的這個成果發表 會在大間的國際會議室 所以會全場延播 大概有七八百的觀眾 好 那所以時間我們會稍微壓縮一下 在發表的時候 每一個project是三分鐘的時間 好 那同樣也是在這個端案登記的這個 Hackpad上面 應該是spreadsheet上面也可以 可以登記 好 那時間就是明年的下午 應該是4點 4點15的樣子 我記得 好 那我們其實有這個小獎的時間 會在明天早上 那我們今天可以試情況看看 今天幫忙快要結束的時候 如果你明天不能來 要不要先在這邊發 就是發表一下你今天的進度 如果想要的話 那我們可以今天稍微演示 事情情況來決定 好 那最重要的呢 黑客送當然是食物啦 所以 呃 食物、食物 對對對 好 所以 欸 有什麼奇怪的聲音 所以 這次可能沒有炸雞啦 所以 那 欸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看一下 第一個早上休息時間是幾點 應該是10點5分左右 對不對 在那個 年會的一層上面 好 那就是到時候 會 基本上會依照他們那邊的休息時間來公布說 就會跟大家拿實 好 好 那 G0V的大松系列活動 其實是由一個叫糾松團的一個 呃 就是一個執行團隊在進行 就是每次張羅這些場地啊 什麼東西的 好 那所以 如果你想要贊助的話呢 就可以到這個大松系列活動 這個地方來贊助 好 好 那明天的短講呢 就是早 目前安排在早上11點的時間 好 那明天我們會稍微晚一點開始 因為 大家可能一天黑客的時候你很累了 第二天就 如果很早就有點不想來 好 所以我們就安排大概是10點 10點左右開始 10點半開始 好 那但是明天早上10點到10點半 其實好像是點心時間 所以如果你早來的話 可以吃點心 你也可以一來就吃點心 然後再開始做事情 好 那短講的部分呢 因為這次 這個 剛才提到的資料 資料新聞實戰營裡面 我們邀請到兩位國際的獎者 一位是Justin Ernstine 他是Code for Africa的創辦人 那他的這個Code for Africa 一直在做 把新的科技人 又送到媒體裡面 送到傳統媒體裡面 看看能不能做成一些新的創新 那他們最近拿到一筆 蓋茨基金會的1.51台幣的funding 所以他們等於是說 這個要開始大規模的做新聞的創新了 所以我就請他明天來分享一下 就是相關的部分給大家參考 那另外一位David Eats 他是在NPR 美國的這個國家廣播電 鬼當王電台 他其實是一位Generes 他也是他們Visual Team的這個Leader 那所以他會 他有寫一些open source的工具 幫助這個新聞工作者 比較容易的 不需要接觸到太多Code 就可以做一個新聞報導 那所以我 因為昨天的課程比較 不是focus給技術的朋友 那我請他們就是說 明天也來這邊跟大家分享這個 這個open source的套件 然後他看有什麼可能性 好那所以我們就不幸 只剩下兩個slot 所以想要短講的人 就請趕快這個去登記 好那最後就是明天下午 4點45次成果發表 但是只有三分鐘 但是實在大千的回憶室 全場的延播 好那基本上 我的開場就到這邊 那等一下我們就開始看這個報告的順序 不過最後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下禮拜四 就是開放文化基金會跟法國在台協會 有合辦一個座談 叫做民主直接點 邀請了這個巴黎市的副市長的主任 跟台北市政局的群長為兵 那因為最近在拔仙跟這個上次的颱風 台北市政府其實很快釋出很多資料 很主動的跟社群互動 所以就也邀請他趁這個機會 來分享一下這個過程 那我會是主持的人 那所以想要報名的話在這邊 好那我們就來開始報告了 第一個 Presenter是誰 大概一定會超過啦 我沒有辦法同時做兩次 好吧 你先幫我去辦場 那還有就是我們 這些事情大家有去思考 有很多錯 相關